每天都要深蹲的七个理由。 关于健身运动,有许多日常训练比你想象的更有好处,深蹲就是其中一种。 深蹲对身体有许多正面的影响,有助于达到更好的身材。 众所周知,深蹲是所有力量训练中最基本的练习之一。 这种练习直接作用于大腿、宽部和臀部,并加强腿部和宽骨,以及韧带和肌腱这两个区域。 此外,深蹲是构成力量举重的三种动作之一, 对腿部的发展和强化非常有帮助。 对一些人来说,这是他们主要的锻炼方法。 以下是深蹲的主要优点和方法。 一,增加力量。 深蹲能强化某些部位,例如臀部、过旁肌和骨四头肌。 此外,这项运动也有助于改善宽部的力量,让你变得更加面杰。 深蹲还能刺激荷尔蒙,让肌肉保持完美的状态,同时也能增强整个身体。 如果加上重量器材,就会加倍得到所有这些好处。 二,锻炼腿部和臀部。 深蹲能帮助你锻炼腿部和臀部,并让这些部位有完美的线条。 这种简单的运动是一种快速建立肌肉的好方法,可以帮助你锻炼身体某些部位。 三,改善移动能力。 深蹲能大大提高面积性和机动性。 这个练习是增加臀部和脚踝运动范围的一个好方法,有助于减少腰部和膝盖的疼痛。 深蹲不会让关节造成负担,所以几乎是适合所有人的运动。 四,稳定身体。 一个简单的练习,例如深蹲加上重量器材,能让你锻炼核心肌群,还能经由整个运动范围稳定整个身体。 当你做深蹲时,腹部横向和直向的肌肉在任何时候都会承受压力,有助于得到更平坦,更有线条的小腹。 只有更强壮的肌肉,才能预防未来的伤害。 五,改善姿势。 虽然看起来似乎不是这样,但深蹲可以改善你的姿势。 无论你是否使用重量器材,你会发现在深蹲时会用倒上背部,有助于轻油运动稳定身体。 这能增强负责良好姿势的肌肉,会逐步修正你的姿势。 六,单脚深蹲。 有一种深蹲的变化,你只能用一只脚。 要做这种深蹲的变化,你要把所有的重量放在右脚,同时把左脚从地板上抬起,弯曲左膝。 然后,向前伸出双手,并保持与肩膀同高。 然后拦曲右膝,降低高度,直到右膝平行于地板。 保持胸部不动,推动右脚趾,回到站立的位置。 做三组15个循环,你会发现不同之处。 七,深蹲加上重量器材。 正如我们所说,深蹲的另一种方法是深蹲时使用重量器材。 要练习这种深蹲方式,你可以拿起要求或其他重量器材,并放到胸前。 将肩甲骨推到一起,抬起胸膛。 双脚与肩同宽站立,膝盖弯曲。 将臀部向后移动,直到大腿平行地面。 然后回到原来的位置,做三组10个循环,每组休息30秒。 你会注意到身体的差异。 做这个简单的运动之后感觉更强壮。 做这个简单的运动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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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做这个简单的运动。